我们今天等于跟大家就是一个交流 因为相比叫其他的专家和教授 我真的经验比较少 然后也真是那个滋滋叫我来 我也觉得特别荣幸 我刚刚说了几次 我觉得真的水平不够 但是他说愿意我在这儿 就以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学习中的 这么一个青年教师的身份 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可能跟大家更贴近 大家可能也是一个成长中的 马上要开花结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愿意把我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很多的教训 然后我也有很多的经验 然后我愿意都无私的 没有保留的跟你们分享 然后我也想听你们的故事 你们想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一个目的 然后我先要跟大家交流 就是关于语音教学 可能今天我课的部分 我可以多说一点 语音教学我简单说 是这样 我们的语音教学贯穿对外汉语教学的始终 我们从A0班 A0班比如说每个大学的分级是不一样的 你这里面有对外汉语老师吗 也有 都是 都是吗 都讲对外汉语对吗 那能跟我吗 学生是吗 其他人看起来也都学生的样子 这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分级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语言大学呢 就是从零起点开始分级的 我们最低的学生叫A0 可能这个有点奇怪 就是因为在国外A是比较好的嘛 然后我们第一天考试会有学生们自选 他们是水平最低的就到A0来考试 然后水平最高到EF去考试 每次都是反的 我是EF班的老师 来了一群不会说的 他们感觉EF最差 然后A0最高 我也提了意见 我说我们学校这个评判调准 是不是有点跟国际不接轨 然后如果来到了A0的话 他基本等于一个字都不会说 拼音也不会 我们要从零起点开始教他 在教他的过程中 我们每周设置了两堂生活汉语课 这个生活汉语课包括发音的练习 发音练习呢 我们把它用在 把它放在生活的场景当中去练习 因为开始的时候太枯燥了 我们有一个挺好的研究生 他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他带着那个学生们做游戏 你们知道做什么游戏 我在窗户这听 老狼老狼几点了 我都有点忘了这东西怎么玩了 我跟你说 就在窗户这儿 带着十个英国人 老狼老狼几点了 几点了一个多小时 我院长受不了了 他说你出去看看 在那干嘛呢 然后我们问他干嘛 他说教语音 教语音 就是问几点了 可能学生们会说两点了 三点了四点了 用这个数字的方法来练习 但是这种游戏的方法我们也很认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国外教汉语的 因为有一年我教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中小学老师的团 然后差不多所有的老师好像都是北京人 然后我讲了一些语音的理论和我的教学方法 包括像这几天大家听的理论 然后听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说 哎呀你是年轻人 不要给我们讲这些了 你有没有一点就是做游戏的方法 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教五六岁的孩子 你说的这个我能跟五六岁的孩子说 来我们先看一下生母和育母 这根本就没人听 然后我听了这件事之后 我也挺受触动的 我就觉得我们的教学应该是符合听者的需要 听者的需要 比如说我这个语音教学 给澳大利亚的老师团讲过 给新西兰的老师团讲过 也给香港的教育大学的学生们讲过 然后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就都用一套方法 因为这是传统的方法 讲了以后发现 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一样 香港教育大学的同学们 他们想教在香港不会说普通话的人 所以我需要给他讲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 我还找了一个广东话的老师区别了一下 然后呢澳大利亚的老师们 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如何在游戏和一个非常开心的环境下 把这个发音练习好 把语言学会 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如果你们在大学里上课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环境 因为来的人有各个国家的 你没办法用统一的标准 所以你可能用一套城市化的方法 然后了解每个国家的国别的发音特点 然后包括他们那个自己国家的语言的偏误 然后跟他们交流 给他们纠正 可能就达到了一个效果 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效果 有很多人呢觉得 有很多老师的方法是 就是说他觉得 我们传统的那种演练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一直读 学生一直在跟我读 就是我读了这个啊是这样的 然后学生模仿 那你们觉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教过很多中国学生 他们是以后要在电视台当婚姻员的 那他们都是中国人 啊的方法已经都知道了 我说一个啊 发一个这个原因 他只知道长短 他也不知道这开口应该大应该小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模仿的话 学生是听不懂的 他为什么读不出来 很大的原因是没听出来错误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给他们做一个 就是开始语言教学之前 我给他们做一个测试 我让他们到黑板厅听写 他们很少听写拼音 所有的时候他们来到学校里 都在听写汉字 对不对 他们在通过拼音去汉字 但是我让他们听写拼音 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他们的发音有什么问题 只要是我说完 他听了以后写不出来的 就是他发不出来的 耳朵和这个输出是一回事 他听不出来 机器息有什么区别 我说晴天 他说晴天 那这种学生就是音音不分的 对不对 我说那里 他写个那里 那就是那里不分的 然后你让韩洛学生 在前面写 我说你写洗澡 肯定写洗澡 肯定是这样写 早上 早上 所以呢 他只要用这个没有汉字的拼音 写出来的错误 你就可以先用这种方法来检测它的错误 你能很容易地知道 每个学生是生母有问题 韵母有问题 还是声调有问题 嗯 咱们以前也都学过拼音 你们现在还记得吗 就是生母 韵母和声调 这是一个音节 对不对 这是一个音节 组成一个音节 那我问你们 哪个部分最影响表达意思 就说 我生母错了影响表达意思 韵母还是声调 你们觉得哪个部分最重要 就说我什么地方说错了 比如说我把波润说成破了 哪个影响 哪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音节 生母 生母是外国人学习的重点 为什么这么说 生母影响表达 生母影响表达 就我现在写出来 这是全部的生母 你们还记得吗 学拼音的时候 还记得有多少拼吗 我上次给哪个那个培训呢 然后我说 我说那个 咱们就是从生母开始 下一个同学问我 然后什么是生母 我说你上过小学吗 来这培训的话 你看啊 是这样 我们这个生母呢 我们活动范围太大了 我们这个生母呢 是这样子 它是除了这个以外 这是一个算是蛇根因 我们不太讲 生母我讲的时候 我讲的时候 都是按照这个分组来讲 这个分组来讲 我为什么按照分组讲 我我研习了以前 我给中国人教课的方式 我自己在那个传媒大学 学播音的时候 我每天都要练声 然后呢 练声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从一个 共同的绕口令开始的 就是八百标兵奔北坡 炮兵并排北边跑 然后我们每个人 拿这么大一棵树叶子 然后那个气强的人 因为波波都是气嘛 波有气出来 然后气强的人 不到多少时间 可能是我也想很久 我忘了 一周就有人会吹漏 这种叶子 老师要求我们 就用这个叶子 我呢 都是自己捅漏的 然后我跟老师说 老师我完成了 老师说 你的手指巴 那挺粗的 吹的跟捅的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 那个时候练这个气 这个气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帮助我们声音 更洪亮 在实际的教学当中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教态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跟别人的交流感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因为很重要的生物 都是用我们的双准来 发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要练 八百标兵奔北坡 这是汉语当中 音最强的一组 我们发一个波的音 你看啊 有的人发波的音 满嘴都是音 波 满嘴都是音 其实呢 它只有在唇的正中间 发出来 才是一个正确的波的音 所以我都会带悬念 波 波 啪 啪 是这样的 让他们感受到 汉语是一种很强的语言 比如说那个 我们班里的泰国人 和日本人 来了以后就说 哎呀外面中国人在吵架 出去一看也就是聊天 我说谁吵架 谁在吵架 你告诉我 他就先要让他们感受 我们的语言与他们的不同 最主要是我们有音强 你看那个日本人说话 我说你能不能别那么软弱 你能不能发出音 波的音 他说害怕 还是男的 然后就会 就让他们感受 首先感受汉语的每组音 它的意义在哪 它为什么要发这么强 我对他们说这个波波的这组 是汉语当中用来表示力量的 我们之所以你们觉得想吵架 或者是发音这么强 你感觉每个中国人说他质地有声 都是因为我们在唇上有三个音 在唇上有三个音 大家知道那个吹枝条的方法 对不对 吹枝条 吹枝条方法特别好 给日本人用特别合适 没有一个能吹动的 就是说你让他发一个波的音 你说巴 这是一个没有动的 对不对 啪 立刻就会动 对不对 这个枝条 然后他那啪 啪都不动 最后他也是趁我不注意这样 啪 这都是 我一看这真是我的学生 方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他发那个波波波的音的时候 我们也有辅助的方法 第一 让他感受到这个气出来的力量 和汉语能够发的准确的是 在某一个部位上 而不是整个嘴唇都在用力 只是在唇的正中间 我们很有力量地发出了 啪 发出了啪 发出了摸 这个音 啪 啪 摸 这样呢 首先帮助他把每一个汉字发清楚 让他发的有力气 发的有力气 那个泰国人 我说你发一个啪 啪 我说还好几道玩 我说你能不能直进 发不出来了 逼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直着出来 所以就是根据每个不同的国家 你们自己感觉 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学发音 我不说学语言 学语言肯定还是有聪明不聪明的区别 就是从这个语言的结构和这个发音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说 你们感觉哪个国家会快 或者哪个地区 非洲 非洲 你也很聪明 非洲人学的也很快 什么原因 你们觉得 非洲人的语音也比较好 最难的你们觉得哪个国家的 发音最不好 学很久 改善起来很难 你们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吧 印度吗 我还真的挺少教的 原来我印度学了一下课就跳舞 所以我没问过他 一下课就开始跳舞 我也没问过他的翻译 日本和韩国 跟我们的语言有点接近的 跟汉语有点接近 然后自己本身又有音特别少的国家 学起发音来特别难 日语的音很简单 你们当中有没有会日语的 实际上学会日语吧 不会吗 对 对 就是他们的音少 又没有没有这个 七七七 又没有这个波科这样的宋气的音 所以就是学起来很难 然后我教了这么多年 也跟好多学语听的老师有的时候开会嘛 我们共同的经验就是 世界上希腊的人学汉语最好 就是发音最好 就是因为希腊的语当中的 所有的音跟汉语都接近 我们有的滋滋滋他们也有 我们所有的音他们都有 所以他听到我们说这个音 他就能找到对应的 然后这个同学说的也很对 就是关于非洲的 因为每一个非洲人平均会七八种语言 他们有自己民族的语言 还有什么样的 然后所以呢 他们接受这个语言啊 他们听过的多 所以学习起来也快 还真不一定是说汉字书写的好 语音就会说的好 我在课上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也在学校一直推荐给其他老师 就是当我们这个班里有很多欧美人 还有日韩的人的时候 我们很难用同样的进度来学习 就是日本和韩国的人写特别好 但说不出来 欧美的人不管对错一直在说 然后让写汉字一个都给他回 然后那个我这样教的时候 他们互相不满意 啊老师他写完了我没写完 后来我一直用一个方法就是 每天我让欧美人在前面听写 日本人给他读 日本人给他读 欧美人听写 让他们互相埋怨 欧美人说他读的什么 我没听懂 我没有这个汉字 我说你看看 连他都听不懂 所以我用他们这种互相协作的方式 激励他们 欧美人也感觉到了 日本人发音的问题 后来我们班就什么情况 欧美人教日本人发音音 日本人叫欧美人写汉字 我闲置了 凑棒护学小组 所以就是发为每个学生的特长 每个学生的特长 让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有一个方法 那么看这个for是很简单的 哪个国家人发不出来for 韩国 日本人就是什么都发不出来 韩国人也发不出来 这个for的音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他 发音部位真的很重要 你跟他说fo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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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的for for for 你说一百遍 你真的真的累死 他也学不出来 但是你只要告诉他说 让我看一下你的牙齿在哪里 因为发for的音的时候 我的牙齿一定要跟我的下唇有触合 这个时候他就会突然明白 然后给你发一个for 非常夸张 但是这样的对他有帮助 他就开始有了这个语音是有部位的 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我有的时候 看他们要发发 马上要出 马上就要自己要读 啪了 然后唇马上 啪 马上把牙齿露出来 这个有的时候上课 我的语音课就每个人准备一个镜子 我给他们买个镜子 就是看着自己 尤其是后来发的那个机器心啊 支持师的时候 我都要求他看着自己看着舌头 后来女生就化妆了 化妆了 所以就是说让那个 我自己学那个发音的时候 我们也准备镜子 准备一个特别大 然后那个旁边还会放大 看着自己那个舌头的位置 舌头的位置 这样来学习 就是说告诉学生发音部位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很难的呢 就是汉语的 兹兹兹和德特努勒 是发在一个位置上的 你们感觉一下 都是舌尖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用舌头 比较这个频繁的发音的 这么一个结构 而且舌尖前是我们一个重要的 那么 自私私德特 那么德特跟波波的 发音纠正方法是一样的 有送气和不送气 对不对 德和特 这个时候呢 一般我也会告诉学生 你发德特的时候 你的舌头会碰到你的上牙 对不对 有学生没碰到就这样 德特 你也不知道他那舌头在哪 可能有的人就是短 那么歧视 所以就是德特 你要告诉他碰到这个牙齿 有的时候他就发了太靠后的方法 德特 大怕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告诉他 请你的舌头碰到牙齿 他一次性就能发对 德特 他会找到他的牙齿 然后这个呢啰啰的发音呢 呢啰啰发音也是我们国家方言的一个问题吧 以前那个我读书的时候 我跟着我的那个老师 我的老师是以前是一个博音员 挺老的吧 然后跟他到各地去做普通话测试 做普通话测试的时候 因为太那个太多地方了 然后我就被每一个地方的人专门准备了一套题 针对这个地方的 然后我自己是东北人啊 其实我平常说话东北话也特别重 跟他们一起说的时候完全东北话 然后到东北的时候 东北人的发音有什么特点 那个语调下落了 是不是下降 一到尾音就没了 掉了 掉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套题 这套题呢 是帮助他们练习那个发音医生的 叫做白云飞 白云飘 白云飞过 九重香 最后语音都是医生对不对 你看着吧 到了那个东北以后 发给他们 他们拿过来读 白云飞 白云飘 白云飞过九重香 然后自己说 老师我这标准吧 感觉非常标准 就是说 他自己感觉不到 就生掉了问题再往这掉 对不对 然后就再往北一点 又到了沈阳 我又把这白云飞拿出来 老师说这个对他们没有用 我们换 然后换成一个日陶热 晒人肉 这个句子 然后你看进来的 一头夜 赛宁肉 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然后当时我们去平安 南方的时候 我们就诺罗 到福建 都是诺罗 诺罗 诺罗呢 开始的时候 你就让他们念什么 牛娘 连连念牛郎 就是没有那么难 就让他们说 男来女来 那就够他们说一阵 男男 就自己摆不明白了这种 所以就是 这个诺罗 大家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给中国人 纠终发音的时候一样 我们都用一个 找发音部位的方法 比如说发呢的这个音的时候 现在你们掐住你们的鼻子 鼻子 都是真鼻子是吧 今天坏了 好的啊 所以掐住鼻子的话 我们发一个呢的音 呢的音 你感觉到震动吧 你感觉到鼻子是有震动的 这是有震动的 因为这是一个鼻音 但是你发 的时候 的时候 你把手放在这个嘴角两边 因为是一个边音 对不对 边音的时候 它是从两边震动的 你发一个 你再捏你的鼻子有吗 你的鼻子上完全没有音 对不对 没有音 这是呢呢最大的区别 我的学生分不清呢呢的时候 我让他 我说只要你有两只手 你现在就拿出来 一个捏着鼻子 一个捏着嘴 他发呢的时候 这是没有震动的 他发呢的时候 这是没有震动的 一次性就能分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发音部位是很重要的 否则你跟他说 蓝蓝蓝蓝蓝蓝 他还给你读 我相反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一个很难的就是 姿思思和知诗 诗 有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说 绕口令嘛 那个四诗四诗诗诗诗 全部给你说了 最后听不清楚是诗 还是诗 这样的 那么这个姿思思和知诗诗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平翘蛇的一个区别 就是最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姿思思是一个平的 知诗诗是一个翘的 然后呢 好多学生发出来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们班都会发出来 他找不到 诗的位置 我如果单独跟他说 他也没法打开我的口 到里面去看 到底舌头在哪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现在 你跟我一起读 知诗诗诗 他们为什么都放在一个舌尖 一路的前 都是一个舌尖后音 证明他的发音位置 是一样的 只有震动和不震动的区别 所以找不到日的学生 我们就从枝开始发 说把你的舌头卷起来 发一个 知诗诗诗诗 只要震动一下 就还在这个位置 就能把日发出来 这是最便捷的方法 好多人找不到日 我每天都要接那个 好多微信 以前学生说 老师我学生又找不到日了 我说慢慢找 怎么办 找不到日了 用知识识的方法 用跟他同样的 包括这个姿和姿 为什么让他们说 四是四是十这样的 LGPT可以给他们 然后那个 那个就是 没什么好保用的 就这两个东西 然后那个 说这个姿姿姿和知知识的时候 它是我们是姿和知一起练 姿和吃一起练 我觉得吧 有的时候就是像这种音吧 它就是挺难区分开的 然后你要只练单音吧 就比较枯燥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配合 好多句子 什么知道啊 吃饭啊 反正这外国人 只要跟他讨论 吃什么的话题 你就收不住了 我吃烤鸭 我吃包子 我吃饺子 就开始了 所以可以从这儿有一点扩展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 就是G7C 你们看 我们发知知识的时候都能看准 我们是一个竖着开合的音 知知识 是这样开合的 可是我们发G7C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横开的音 所以那个时候我都会要求同学们 找到你的一个脸的这个中心点 这样是不是还挺可爱的 对不对 是吧 然后把它放到这儿 因为G7C是一个舌面影 在舌面的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到这儿 你发一个G7C 你是能感到这儿的震动的 这儿的震动的 而且有的时候 我看着学生的脸 我说我看见你的脸 我就知道你发音对不对 我说你现在说一个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就这样了 看就不对 我说你要是谢谢我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个微笑 你把你的笑 笑开了以后 那你就能发出一个标准的G7C的音 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也通过这个面部表情的方法 面部表情的方法 来引导学生 用一种 用一种他比较能接受的 简单的呀 这样的一种方法 咯咯喝没什么问题 咯咯喝 就是警方那个法国人 咯咯喝喝好像马上吐出来一样 我说你不要那么靠后 我是不是法语 发一个咯咯喝的音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再把这个 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真正 我们读音节的时候 还会有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哲呀 呃的音 它没有发不出来 呃的音是 我认为全世界的难题 这个央呃 央呃 你们知道那个神位图吧 就是处在中间那个央呃 因为那个呃呢 只要轻轻弹一点 舌头就行 但是外国人大部分太拳 他们都发了呃呃 车车 都是这样 你也不知道他那儿话从哪来的 他读一个车 然后你说来你跟我说一个儿话 花 然后说花儿 你真正让他读儿的时候 他读不出来 你让他读车的时候 他一直在玩话 所以你也搞不清 他是怎么回事 这是有一个发音部位图 我觉得 大概可以这样子 这对吗 这个连接 算不不错吧 这有一个发音图 这有一个发音图啊 这个发音图是一个纵 纵纵纵纵的 纵纵纵的啊 老一说是从这儿开始 一直到三后 这个发音图我一直给学生讲 就有了老是觉得 这图好难呢 说怎么跟学生用语图来讲东西 但我觉得不是 这很直观 这很直观 就是我希望学生知道 前后的关系 从最开始的时候 这是波波摸 然后这是波 然后都吐吐吐吐吐吐 还在同一个舌尖上 然后舌尖康奥的时候 是知识诗诗 然后机器系又在他的后面 就帮助学生建立一个 生物的发音 是一个从前到后的过程 他会找到这个位置 如果他找不到一个期的位置 他可以通过知识诗 慢慢地向后上 一直找到最后 这个语图我还挺好用的 好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这个声调 声调是一个大问题 声调呢 集中在什么呢 其实呢 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就是二三 二三 二三分不清 特别是欧美人 欧美人是很难分清楚 第三声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是一个部分 还有呢就是 声调搭配的问题 搭配的问题 我自己在没学语音学之前吧 我自己也有那样的误区说 当我教一个学生声调的时候 我教会的一二三次声 他就能读出一二三次声 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 我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做的是语流当中的声调 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的时候 我做的是语流当中的声调音变 当时呢 我就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研究 用语音实验的方法 我就发现了 所有的声调在语流当中 都有音变 它都变化了 所以呢 你需要的不是说 把单个的一个声调告诉他 你告诉他 他也永远掌握不了 我们说话的时候 也不会在每一个音都说特饱满 我们是有搭配的 有长短的 对不对 有轻重 有长短 有起伏 这是我们汉语的特点 所以呢 我一般教这个的时候 我都是两两 两两搭配 我先给他这个语图 大家都会看这个语度标记吧 告诉他 汉语不是只有啊一个音的 对不对 我们有啊啊啊啊啊 有五个声 有五度 有五度 我们最低的音和最高的音之间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听起来中国人 有的人说了难听点 说老师外面中文吵架 还有的人说老师他唱歌 我说他说话了 他没唱 所以还有的人就觉得你这个起伏这么大 好像唱歌一样 那么旋律感 有旋律感 是我们汉语的一个特点 包括有声调 以前我觉得 你看那个泰国有九个声调 对吧 泰语有九个声调 其中有那种挺短的 有点像广告话的那种 我还以为泰国人有九个声调 学起汉语来肯定很容易啊 我们再四个 后来发现我天了 比没有声调还难 他那九呢 跟我们都不对应 所以你跟他说起来 我们这四个更难 找不到 找不到 找到位置 那其实呢 其中呢 特别要注意的 还真不是三 三呢 通过练习 很快能学会 很快能学会 因为它有声降感 挺明显的 最难的是什么 二 二有一个什么特点 它是从三到五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是它比较长 所有的留学生 都不能体会到 我们汉语当中的长短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那个 我跟大家讲 我那个 因为还挺喜欢这个的 我做过一些 那个简单的研究 我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 可能其他的 也没做出什么结果 这个挺有结果的 就是吧 我和另外一个老师 我们两个都觉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 我让一个学生 读一段课文 然后让一个中国人 读一段 他也两分钟说完了 这外国人 也两分钟说完了 他听起来就标准 他听起来就不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 排除了生母育母的问题 然后后来 就是找生母育母 都说得很好的 可能那个生育也可以 就是一个正常的水平很高的外国人 说起来还有问题 后来我们通过语音实验 因为语音实验可以切字的 没有学语音学的 可能有人学这么枯燥 就是说我们切了字 把音节切开了 切开了以后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一个外国人说单字的时候 跟中国人长度是一样的 都是三百七十多毫秒 是一样的 但是连成句子的时候 就千差万别 因为我们的单字是什么样的 我们说这个字正常 下一个字正短 我们两个字中间还有提顿 我们一个词当中还有提顿 他们没有有效的提顿方法 他们所有的里面都是非正常提顿 以前我给学生们看我的语音实验结果 我有一个正常的语图 我说了一句话 然后上来是一个声调的 一个共振风的波浪 然后呢 我请这个外国学生 做实验里头 他做 哎呦 我是一个连贯的一小钱 他全是表着 所有的都是表着 我说你看出来了吗 你没有连在一起的东西 他不知道任何两个音节 两个词 那个高低是怎么样的 他是一穿横着的表着 就是全部分散开的 他看了以后 哇 很直观地感受到 啊老师说话是那样的 回去以后说 我说的话好像星星 老师是一条河 我觉得 我觉得 还说的挺优美的 我说你什么呀 你什么星星 自己觉得挺美的 他全是点 全是点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说 所以呢 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语音教学方法 以前我们就是单字教 说来 现在发第一声 巴巴 马 发 一直读 然后来学第二声 马 爬 发 什么什么的 这样的是不太合理 起码从最近十年的语音研究来说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要在语流当中 教学生音调 也就是说 大家发现汉语有一个特点 我们的词大部分是双音节的 双音节的 如果你打开你的汉语书的话 你看那个生词全是双音节的 所以我们就打算从双音节开始教 因为两个音搭配起来也特别难 你比如说用妈这个词来说的时候 它一共就有十六种搭配 除了轻声以外 对不对 妈妈妈妈四声 然后四声四声搭配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排列组合问题 上次我说 咱们四声搭配以后有多少个 下面一个印尼人想办理 六十四个老师 我说你别数学有问题 不是汉语的问题 所以这十六个 十六个呢 我们从一声调开始 会有妈妈 对不对 这个妈妈的时候 要让她感受 当我们说两个音频 这是音频第一声词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第二个高 对不对 它不是平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说播音 播音 我是学播音的 播音我可能 我如果说成平的 就是东北话 播音 播音就是平的 就是东北话 其实我第二个音 又高又长又是中音 我是学播音的 播音的 它自动就提高了 提高了 所以放到了机器里面 我们任何一个 两个第一声词都是四四五五 不是五五五五五五的 我们正常是五五 对不对 五度的五五 都是四四五五的 所以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当两个汉字或者两个声音搭配的时候 他们互相之间的直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些变化 你要告诉学生 第二个音你应该发的比第一个音高 还有第二个音应该更长更重 这个你才能让别人听清楚 才是对的 那么同理 如果我发两个二二的话 一样 你看啊 二二 二二有什么词呀 一下想不起来吗 两个二声的词 你们谁的名字是两个二声的 学习 你的名字啊 你不是叫文华吗 对吗 可以这么叫吗 有点太勤契了 从来没这么叫 好 比如说那个石老师的名字 是文华 对不对 什么 人民教育的人民 人民对 人民文华 不一样 所以这个文华 你看文华一样 如果文华 文华 这个文是三五 对不对 如果这个华也是三五 你也会发生文华 文华 两个三五 你肯定发生文华 所以第二个音也是更高更长的 文华 文华 为什么起名字的时候 中国人很习惯就是第二声 他的名字还挺好的 你看我的名字叫王燕吧 这是一个四声 其实我们家里都不太懂音律了 如果应该用音律起名字的话 最后的字都应该是开口呼和上养调 这样你比如说他在很远的地方 我说文华文华越叫声音越大 对吧 你看叫我的名字 网页越来声音越小 就是叫不出来 这是有一个音律的作用的 音律的作用 所以这个三五三五的第二个也是高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四四 四四 谁是四四的 四四的 照片 是不是 你看很明显 你这片多低 你要是照片 照片 不可以 照片 你要告诉学生 他们两个是 第一个在这儿 第二个下降 他马上就明白了 他就会发出很标准的音 照片 第二是又下降又长 然后就放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段这个关于调妹和声调呢 就是说 大家要在语流当中教 从双音节开始教 然后双音节最主要的不是单课的声调 而是他们互相之间的配合关系 这非常重要 然后再再向前一步呢 就是四声调 有一二三四一次了 对不对 妈妈妈妈 或者 妈妈妈妈 让他们四二三一 一二三四 一三二四 什么一四二三 这样轮番 四个四个的教 教完了以后再教句子 你会发现容易太多了 他一下就明白了高低的关系 放到句子里 马上就会说了五号 我以前做过那个 二十一天语音实验 二十一天 比如说这个月的五号 这个月 这个二十一天语音 语音实验 其实也是以前 我在传媒大学 老师用的方法 我们那个传媒大学 有二十天的 播音主持的培训班 以前我经常跟我的同企说 骗二十天 骗钱 觉得那个二十天太短了 后来我们自己去培训了 那时候要考那个 普通话证书去培训了 发现我 真是二十天 完全改变的一面貌 所以呢 我把这种方法 用在学生身上 它是一个二十一天的 跟进实验 跟进实验 第一天的时候 它要到那个机器上 打一个分 基本上我会选 七十多分的人 他就是读这个音 错的话 那个滋滋那儿 也有那种软件 读错了就会打叉的 那样的 那也很简单 其实应该用 更深入的 可能还没有 等着你发明 你有那种 有那种播音的那种比较 对啊 好像就是中科院 有 我去过他们心理所 还要在头上带一个东西 然后带东西 我们学生也不去 怀疑我们窃取他 大胆子 我说老师 这个我有没有什么秘密 我说 我说你那个脑子 有什么秘密 所以就是 当时当时 我们学生去做了 做了第一个呢 先让我们做测谎实验 我们也没做过 那么精密的 心理所的实验 怕让我们数钱 你知道吗 有二十个一块 里面有个五块的 然后先让我做 然后他说 你就是不动声色的 感受你心理不动了 我也没仔细听人家要求 我数到他说 有一个五块的 然后我那边的波动的爆炸 他说你这个无用的实验 你别在心里别说 就是体会到 我没说的时候心理波动 我说有五块的 一下破坏了实验 所以也没带学生错 就挺难的那种 然后等于说 他做出一个错的 我选了七十分到七十五六分 那样的学生 然后就是 每天给他进行 两个小时的辅导 他是有个学区渐进的 他有一批材料 比如说我先从单次开始 把他的生母的问题 三天都解决 因为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有的人是顽固的 对不对 每个人的构造 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一次实验 我带了一个日本学生 我教他二多天 其他的人 就是开始的时候 七十五分左右吧 结束的时候九十一分 当然他也是二十多天 比较熟练流利了 就那个开始七十三 他结束七十八 然后把我气得有命 我实验失败了吗 我还不出了那么多时间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说 老师我日语翻译也有点问题 在日本老师也说 听不清 气得我要死 然后我就把下回的条款写上 要求母语是标准的人 请测试 请先测试 或者给我一份什么 自己母语说不清的人 就是说 他经过这个二十天的密集测试 其实那个密集测试什么方法 就是在语流当中教 我们开始是 就是一个密集的扩展训练 开始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强化 两个字两个字三天 四个字四个字 句子句子 然后他慢慢地就找到了 这个上下平衡的感觉 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 你还要不停地帮他揪生母 孕母 其实孕母是最容易的 孕母没有大的问题 孕母只有呕 或者呜和员有点问题 日本人发出来呜的音 因为日语的呜发在里面是呜 这样的有点呜的音 所以让他说出租 他说 租租租租 一直这样 所以就是针对个别的国家的人 你可以有一个个别的方法 但是一般学语音的时候 我还大部分地选日本人 为什么 其他国家的人 语言背景很复杂 对不对 我选了欧洲人 弄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告诉我 老师其实我爷爷是广东人 我很吃惊 我说你早不说 我们要单一语言背景了 对不对 那么他在家里肯定听过汉语的 所以他速度会很快 什么印尼 马来西亚 你都搞不好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突然有一个什么中国人什么的 所以日本是比较单一的民族 选日韩语比较多 大家如果想以后 比如说教声调呀 教一些学生 想要教的有成果 然后一段时间内 有能形成一个体系的话 当然选语言的背景比较单一一点的 其实那些欧洲人 语言背景很复杂 每一个说英语的说德语的人 父母有可能是说瑞典语西班牙语 都对他的语言面貌有影响 就是很复杂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说的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定调的 比如说我给他们好多词 这个很简单 我开始学的时候 我只给他们妈一个读音 然后呢 后来我就给他们很多词 每天每天一直循环反复地读 读完了以后读四字成语 然后我这还有个绕口令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留给你 他们需要可以发给他们 有的是有批音的 有的是没有批音的 然后带他们读绕口令 绕口令就是其实能增强一点趣味性的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本书叫北京童谣 如果你们偶然交到了来夏令营的人 你就让他们买这本书 里面有那个短 然后有意思 然后汉字容易 然后可以让他们去读 一般我都是让他们买这本书 其他的有很多人介绍什么 什么 有的人发给学生们古诗三百首 你说你确定你能会吗 你会吗 就是别弄太难的东西 我觉得同学是很方便的 然后还有韵律感 有节奏感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法 法还算难的是吧 这就特别成功 以前从来没有成功过 从讲法开始成功的 他用法讲了中国的新年 春节 把春联贴上 把灯笼挂上 把花拿过来 特别的有那个气氛 然后第二年 李二老师说 他选语法的时候 就费了好大的劲 选了好几个 凡复的 然后他选了遮 其实不是一个太好的语法 遮 挺难的 挺难的 然后他讲的其实 而且当时有特别多的争议 他当时没看过像 看过 看过像 他讲的那个 墙上有一个灯笼 和挂这个灯笼 对不对 好多人就对这个语法有意义 到底哪个是存现句 这遮的意义是什么 就产生了很大语法上的意义 他就改了好多稿 但是呢 他也结合一个特别好的主题 就是结婚 而且他用了他自己的照片 那个是他自己 对 看出来了 以前 现在可能看不出来 他当自己的照片 他自己的照片还是因为 他当初选照片 选了很多没选出来 我们说 哇你老公好帅 他听伪多利可 放到照片 就是说 他选这个遮的语法 有一个 不好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正义 在存现句 因为说 那个 大家知道存现句有几种吗 前面有一条河 前面什么什么 那个视的一条河 什么什么这种 这一类的这个存现的 都是有一个 需要区分的 需要区分 如果一旦有个学生 问出一个问题 老师那我为什么不能说 黑板是一个灯笼 你就要解释好久 对吧 有一个这个问题 但是有个好处是什么 遮的前面有很多动词 所以你这个语法和句子 就会非常丰富 动词是特别重要的 任何一个你能讲出来的 语法和能讲出来的东西 都需要有动作和有动词 它能形成一个故事 对不对 你看我的笔 怎么形成一个故事 它比它高 它比它漂亮 一直在笔 可是遮就可以 这儿放着什么东西 它穿着什么 怎么样 有动词能形成一个故事 这是第一个 然后17年 莫老师讲的过 我觉得这选特别好 他讲了一个过 用这个过 做了一个什么线索呢 马可波罗在中国 马可波罗走过了 中国的什么地方 然后他走过了哪 这就是文化点 他走过的所有的地方 都有中国的文化在里面 他在内蒙古骑过马 在北京去过胡同 在杭州喝过茶 老师还问他 莫老认的吗 他还能见过马云吗 见过马云吗 大家说没有 然后大家都喜欢在里面 加一些中国现代文化 最后呢 他做一个2022年 冬奥会志愿者的话题 又是一个新的话题 我觉得他的课非常完美 我看了有20次 30次以上 包括李二老师的课 我都能背下来的那种 因为我准备比赛的时候 我要先要学习他们的 李二老师那个 我做笔记到什么程度 3分27秒 他讲完了语法 7分46 他讲完了什么 然后我按照他的这个控制 然后再设计我的 但设计完了之后 觉得大家各不相同 但是还是怎么说 就是跟那个 跟别人学习以后 自己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然后到了我 我呢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 我先选了勒 先选了勒 这是苏老师希望我讲的 一个表示变化的歌 然后呢 他希望我用哪首歌 那个来引入呢 《当你老了》 这个歌里有很多的头发白了 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呢 先试验了一下 发现呢 如果最后让学生做句子的时候 很奇怪 学生说 中国变化大了 楼高了 路宽了 一直勒勒勒勒到位 觉得非常单调 非常单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勒勒的争议太大 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讲勒 我讲的是第二个勒 语法当中的第二个 表示变化的勒 表示变化的勒 但是怎么说 表示变化的勒 和表示完成的勒 有很大的区别吗 怎么区别 我毕业了 表示完成 也表示变化 我要开始新的 上课了 下课了 我吃完了 他都有双重的意思 如果我想讲这语法 我第一步是要区分 完成的勒和变化 都有什么区别 我问了我的导师 我的导师是崔西亮老师 他是我博士后的导师 然后我问了他 我说崔老师怎么区分 还是不要讲这个 取消了给我 他说很难区分 就是我怎么说 这个真是一个 就是继研究 上课这是一种研究 我为了做这 我看了一百多篇论文 一开始全看勒 所有的我在织网里 把所有的勒的论文 都找出来 全看了 他们是怎么分类的 结果告诉我不行 然后第二次我们讲笔 我把所有的笔的论文里 包括语料库里 所有笔的句子 一共是876个 全找出来 挨个看 真的 这就是真的 要有研究的基础 才能这个 其实苏老师有点后悔 他说我应该 参加这个比赛 去讲语音 因为语音是我自己的 研究方向 然后我也能把它讲得更好 可是我们学校的传统 是讲究对外汉课 我对这个课 可能熟悉程度不够 所以就说 所以就说很多很多 比如说这几年在北京市得奖的人 差不多都是很有名的年轻学者 就是比如说清华大学的 都是耶鲁的博士和哈佛博士 最近也得奖第一二名的 当时我们学校的人先去听了他们的宣讲会嘛 然后那个就是说 现在参加这个比赛的人 大部分也都是博士 很年轻的博士和博士后 大部分都是留美回来的 耶鲁哈佛的 有自己的一个项目 项目里面有一个研究 他把这个研究最前沿的东西拿出来 做成了二十分钟讲 真的非常有科技含量 也有那个技术的那个程度 然后当时学校的人看了我一眼说 人家毕竟都是耶鲁的博士 然后就是说 自己本身的能力也很强啊 研究的也很深入 然后呢 我们就是带着这个课怎么说 跟那种真正的理论课是没法比的 所以我们就想了几个点 第一是 我们的应该让下面的人看到 我们的课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讲得很有意思 而且能让中国人 因为下面坐的听委和听的人 都是中国人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 啊原来我平常就是这么自然的说 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还有一个语法 让中国人有恍人当务的感觉 嗯 比如说以前那个莫老师讲 那个过的时候啊 他就讲这么一个区别 说 嗯 我去了上海 和我去过上海 别觉得那么区别 说我们班 谁谁谁去过上海 他现在回来了吗 回来了吗 回来了 他去了上海 他回来了吗 嗯 还没 嗯 等下下面的中国人觉得 啊 平常我们都是说 啊 他去过了上海 他去了上海 去过上海 没想到给外国人讲的时候 要这样区分一下 嗯 我这个比的也是 我把比什么更和比什么海做的区别 这是我的上课的一个难点 那比什么更是一个客观 嗯 我们说他比我更高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可是我说他比姚明还高 这不一定是一个客观存在 所以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 说这绿皮车 我们讲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 说这绿皮车太慢 比摩牛还慢 比摩牛还慢 说高铁太快了 比闪电还快 我们问了下面同学 你觉得绿皮车真的比摩牛慢吗 他说没有 没有 那我们想说什么太慢了 我们才说比什么还慢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比什么更慢 我们不能说绿皮车比 蜗牛更慢 好像在日本正经 撒谎 说比他更不更慢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你选语法的时候很重要 当然你们每个人选了以后 就要坚信自己的语法是最好的 因为我当时选了以后 我有很长时间陷入在一种懊悔当中 因为这个先要把语法抱上去 不能更改 所以我就一直每天愁苦 我就跟以前获奖的林漾老师 莫老师 我身边的所有的第一名投诉 哎呀我说这个语法选得不好 他们都对我说 没有好不好 就看你怎么讲 看你怎么讲出来 结果真的 当时在很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我绝对不能把它 讲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来 但是最后还是很好的呈现了 也就是说一定有方法 帮助你 你的思路 你的一些积累 你的基本功能体现 会帮助你把它展现出来 可是这种东西是很好的 你一直没法承受 你 holiday 这种东西